土人!那家伙又来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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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哎呀,是娜娜呀 哎呀,工作的事儿啊,就包在姐夫身上了 哎呀,你别看你姐夫在公司里呢,不是老板 当公司上上下下这点事儿呢,都是你姐夫说的算 这个程序一走完呢,你就可以来公司跟姐夫一起工作了 什么?你妈不放心? 你跟你姐夫在一块工作,你妈有啥不放心的? 不放心我? 不是,有你妈这样老丈母娘吗? 把自己姑娘当成什么人呢?真是的 你得记住 姐夫最疼你了 那呢,嗯,好 那就这样,哎,拜拜 嗯,嗯 看你,看你姐了 是你呀,是是是,我最讨厌了 嗯,神赛 哎呀,你小哥破小姨子 先电话两下,他还不乐意来 咋的啊,我任性 谁这么任性啊 我 哎呀,大官啊 哎呀,老板 你看,你有啥事儿你就吩咐两身就得了呗 咋还亲自立临我这小办公室呢 哎呀 咋的了 腰还疼呢 嗯 这我得说说您了啊 哪有您这样的啊 为了小车,啊,你就挤公交 是不是 结果上车一抬腿呢 你就闪了腰 害得我呀 昨天晚上我哭了一通笑 老板,你快看看我这俩中眼泡 嗯,这眼袋去年就该拉了 还是老板眼睛最堵了 哎呀,老板 你说昨天那个,那小丫头 哎呀,都给我气坏了都 哪个小丫头啊 这不嘛 您昨天一上车 不就把腰闪了吗 对啊 后来呢,有个小朋友让座给您 对不对 然后过两站,又上了一个孕妇 啊,我想起来了 当时要不是我腰疼得起不来 我就把座让给她了 嗯,然后对面那小丫头 她还不乐意了 指桑妈怀的给您话听呢 她说什么了 啊,说挺大个老爷们 屁股咋那么沉呢 往那一坐一个坑 梗皮腊肉的 啊,你说说你 啊,这么大个肚子 在你旁边你看不见呢 不是亲妈生的咋 还装什么试管婴儿 哎呀,这小 这小姑娘这词她都怎么弄的呢 那你说老板,就是您不动声色 要不我 我信你吧 我来就一个事啊 头两天我不让你给我招一个人做文秘吗 有应聘的吗 有,是有 就是没有那么太优秀的 那不行啊 嗯,必须得找优秀的啊 嗯,你给我把好官 按照我的要求 一定要得才兼备 最重要的就是得 招聘文秘是在这儿吗 老板你看看,说说还来人了 要不您亲自顾顾目 嗯,不了,这是你的工作 我在一边听着就行 请进 你好 你好 你就是来应聘的 这是我的简历 哎呀 是你呀 您认识我 岂止是认识 烧成灰 我认识你骨头 那是我胡说 但我敢说呢 扒了你的袜子 我认识你的脚 做足疗的 什么做足疗的 做足疗的 昨天下午六点 你是不是坐过六路公交车 对呀 您怎么知道 因为当时我就在车上 哎呀 那太有缘了 俗话说得好 一回生二回熟 那咱俩算熟人了 熟人 你咋不说是仇人呢 仇人 那什么仇什么愿啊 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 记性比我还差呀 什么仇什么愿 你这就是装糊涂 那什么仇什么愿 什么愿啊 你就会说这两句是吗 昨天 你旁边站个孕妇 对面坐个男的 啊 那男的没给孕妇让座 想起来了 当时可把我气坏了 骂那个男的什么 我没骂脏话 啊 对 我就是说 井大哥老爷们屁股那么沉呢 坐哪一个坑 站哪一个井 拔都拔不出来 属萝卜的呀 啊 那么大肚子的一个孕妇 站你旁边 你都看不见 怎么的 不是低声妈养的呀 没在娘台里 开过经济试用房啊 挨骂都爪中不知道 跟皮腊肉的往那移坐 装什么试外婴儿啊 等一下 终于娱乐的往那移坐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